大家好,我是胡福骑射,今天上传两部影片啊 这一集的话呢,和大家来分享黑曼巴推出的Cybertro Ghost,赛博坦亡灵 它呢,是最初的模具呢,是来自于Hezbo,Transformers by the Last Night, Nitro Juice 这个Vorgia Class的玩具呢,非常的优秀 但是呢,这个官方的玩具呢,现在涂装是不停的简化,连日版都强迫绑成一样啊 所以呢,就很多的同好呢,在这个配色上面呢,做一些文章 当年呢,讲了好像很久啊,当时呢,我做了秋风重涂的版本 就是这个赛博坦刺青的配色,不晓得黑曼巴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得到了灵感 他们之前的那一款Nitro Aries呢,就淡气战神呢,是属于这一款的一个金土板 用白色的漆面作为主色,以及呢,它附带了一个,一个Shockaway的一个头啊 那还有它原本的一个头都附给你 那么呢,一样这一次呢,都还是附上,上面有个 飞虫啊,滚开,呵呵,你凑什么热闹 这个呢,头,可以看到啊,一样是一个赛博坦刺青 上方的话,整个全颗脑袋呢,是重新的上了一个金属的配色 那赛博坦上面也有一些蚊子啊,这个上方几个蚊子啊 古副骑车长得不英俊,一看就知道是胡说八道 眼睛的话呢,并不是透明剑,还有四颗的小肤眼 看上去非常的邪恶,头上的尖角 OK,这个做工来讲的话,算是相当之OK的 那正拨的这个头呢,我们就待会变形之后呢 再来给各位做一个展示了 那大小尺寸的话呢,当然还是非常的巨大了 拿在手上也挺沉的 整个漆面来说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油油的感觉啊 不是说它摸起来油了,是视觉上来讲 还是比较油一点,并不是那种比较消光的低调 那种铁灰色,并不是比较亮,比较油啊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身上的和缝的部分 因为这种白色的这个情况下呢 你来看它的一个和缝如果有问题呢 就会非常的明显 但是赛博坦四青的配色下呢 就会非常的不明显 因为它有一些很多,有的没有的 黑的也好,白的也好 或者是这种灰色的条纹呢 在上面做点队之后 可能一些缝的部分呢,你就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了 但是尽管你这样子看啊 还是相当之可以的 我的手上这一款呢,这边的缝呢 比这里呢,怎么合呢 都稍稍大一点点 但是完全也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在变形的时候提醒一下 这个,这个螺丝钉的这个部分呢 我的建议啊,就是跟这个,这个变法是一样 这个螺丝钉的部分 我是习惯把它朝在底盘 然后上方这个地方是没有螺丝钉 我觉得这种方法来扣的时候呢 我这个机翼呢 跟腿的一个结合呢 会比较啊,简单一点点 那一样的 它的一个炮弹的部分呢 也是全部有上色的 这个对比于原本的一个模具来说 是整个是白的 是好伤非常的多 那么呢,另外在飞机情况下 做一些飞机的玩具呢 大家都很怕这个 垂直尾翼呢 怕它太松或怎么样啊 这一款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尾翼 都是蛮紧实的 那所以这个疑虑的话就可以取消了 那前方的这个 驾驶舱的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打开的啊 但是呢 打开的一个 宽节比较紧啊 我这个指甲扣不开啊 必须用工具把它打开 那比较可惜的是 它这个脑袋是偏 就是大小比例不对啊 无法做一个收纳 所以这个人头呢 在载具情况下呢 就另外一颗人头 你只能另外去放了 那至于上方还是其他的这些赛星的文字 涂装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吧 这个直线的部分啊 还是有拉的蛮蛮精细的啊 基本上直线就是直线 并没有特别去议期的状况 整体的涂装分数来说 表现力度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呢 你要以角色的邪恶指数 有没有因为这个刺青配色而上升的话呢 那我可以告诉你是一定有的 其实它的名字呢 Cybertro Ghost呢 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性格的命名啊 这款Cybertro Ghost呢 它最大的毛病 而且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就是在变形的时候 刮漆的情况 还是必然会发生的 有一些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原罪 像这种子弹取下来的部分呢 它就一定会发生 以及像是它背后 这个垂直尾翼的这块部件呢 我们把它给往上挑起来的时候呢 建议是两手啊 这样子推比较好一点 它这地方的这一个孔洞呢 跟这个手臂这个臂炮的这个凸呢 是很难避免不去发生磨蹭的 包括这个地方 只要有凸跟道的结合呢 几乎就会发生 因为它是全机都涂装的 而其中最严重的呢 就是这个臂炮的两侧的这个凸啊 跟脚底板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摩擦呢 是最严重的 我们把它翻开给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我这一款的一个 磨漆的一个情况是多么的严重了 两侧呢把它给拉开来 各位呢 你看这个卡了一层漆啊 还是比较厚啊 毕竟它的这个漆面上的是真的是蛮厚的 你看一拉开一些 这个可能要经过多次的变形之后呢 这些漆才会完全的 呃变成是一个比较适合变形的一个厚度吧 直接的切入到机器人的形态 大小尺寸给各位做个直观的对比 再来呢 它这个模具呢 其实是有稍稍改过 我之前在做 啊 啊 neutral iris的时候呢 我倒是没有特别去留意到 就是它背后这个尾翼的这个部分啊 这个以官方原本的模具的话呢 它这个折下的位置呢 是开在比较下方 但是这一款这个黑白发的版本 它是开在比较上方 等于是这个位置呢 直接是整个往上提 导致于说 它的这个垂直尾翼跟水平尾翼的部分呢 在靠近后方 在这个几乎是膝盖以下 比膝盖更低的位置啊 你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呢 会感觉拖的比较长 但是呢 改小改模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它这个 即使是最底部呢 也在膝盖处的上方一些 所以它这一带的累赘呢 就变得比较减少了 但是这两片翅膀呢 我的收法 我是没办法把它收到 在内侧区啊 就只能够扛在外面 我个人是觉得 我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了啊 那玩具的漆面来讲的话 在经过变形之后呢 我就大概的跟各位说一下 呃 刮的最严重的全部集中在这个炮手了 那比较幸运的是呢 我的垂直尾翼的部分没有很大的刮伤 但是这个两条腿这个部分呢 就会刮的比较厉害了 另外则是这个炮弹这个转移的时候 拔插的时候呢 也是受损比较严重的 其他地方的话呢 我觉得就问题不大了 然后整个全身是整肌都有上色啊 那这些刺青的部分呢 就打散到全身的每个大大小小的角落去了 合金部件呢 是在这个脚掌的位置 这一块部件啊 所以 瞧起来声音会特别不一样 你也会感觉到这里的黑色啊 是感觉跟其他地方的黑色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 这有点消光 上方的黑呢 都是亮光 那给各位做一些细节的展示啊 毕竟这个模具可能大家也很熟悉啊 我们就主要是这一集就看涂装吧 这个Shockway的这个头型啊 这里头上一样是有赛星的这些小字啊 镜头是很难戴得很清楚 但是各位你知道有就行了啊 头部的转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肩上这个炮管 前方是金色的点缀 后方是整个是银色的漆面 而上方这个涡轮推进的这个绿色的涂装 看起来好像头会晕的感觉啊 然后侧方 这个这两个紫色 我觉得比较出细啊 为什么有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梗是在哪里啊 我个人就不太清楚啊 这有什么来源吗 然后胸口 这些涡轮器的部分呢 有些有点缀啊 但是有一些比较内侧这些部分啊 基本上就pass过去 没有涂了 胸口这个肚子 这里像爪子一样的这个部分 从后面抓过来 然后腰身无法动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地方 内侧或者是说你转这样也行 你可以看到你里头 有这个蓝色的涂装 然后这个大部的黑色 底色 然后白色的线条 那么就给各位再看一下 这一侧啊 手臂 这个等于是飞机头的这个部分啊 变成是一个手炮的位置 那这两个像十字弓的这两块部件呢 在翻折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偏紧啊 我还需要第一次翻的时候呢 不拿工具啊 真是挖不出来 那么呢 这个手臂的话呢 那一侧这里啊 白色这里还是有一些点缀的 这边的拳头是卡死的 这边的拳头呢 是变形的时候有所需要 可以有个变动 那它的话呢 这个黑帽帽的模具是 这里是多了一块盖板啊 这个原本的一个官方模具 是没有这个盖板的 那这个盖板要翻开的话呢 是比较缝隙非常的小啊 缝隙非常的小 这样子敲开 这个是原本官方的模具 但是官方那是黑色 所以可能你感觉看起来 不是很清楚 拳头没有其他的点缀了 那拳头也是无法转动的 那这一代有一些 浅浅的金属紫色的涂装侧边 各位看一下后方 后方这一代 就比较没有其他的点缀配色了 整体的关节来说呢 也是一个偏紧的手感 比较可惜就是这个脚往前踢啊 这个可能这个合金布链太重 还怎么样 这里又没有齿轮关节 我手上这一款是会比较松一点 这一侧就还好 这一侧比较没有问题 那侧踢 是有声音 是有齿轮关节 但是呢 因为还是一句话 这个脚底板这个整个是铁的 还是比较偏重一些些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头的话呢 就换也是很简单 直接往上面抽出来就行了 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 它两侧的一个花纹还不一样 这里有点类似像蝙蝠 对不对 然后这一侧就是像 闪电 还是黑色的闪电 还是什么的一个配置 那我就把它呢 节目的最后呢 我就把它换回这个原本淡漆的这个头型 这样子扣上去 OK 那也算是给各位展示它的另外一个形象吧 整体来说呢 这还是一款以展示呢 作为优先的一款产品了 因为它的一个体型 第一体型变得巨大 第二是整个全身呢 都有上了新的这个金属的一个漆面 在变形的时候呢 你肯定会小心翼翼 而且你可能还要担心这 担心那的啊 玩起来的快感 是远远不及这一款的 这个时候又会觉得说没有涂装 似乎把玩起来还是比较愉快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的展示性能会非常的强烈 再提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Shybertron Ghost 是没有那一条软管的 这个软管还挺有意思 挺有分成三种颜色是吧 蓝色紫色跟这个黄色啊 紫色是运气最好的紫色啊 那种黄色像酥尿管来什么来着的 这次取消的是件好事的 我也不喜欢那个管子 行吧 那这一集的话呢 就跟各位 谢谢大家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